民眾到宮廟拿香拜拜 手拿餡香倒著叉 怎麼這麼奇怪 豐原有宮廟PO出照片 一男一女焚香祭拜 但仔細看長髮女子 把餡香紅色的部分 倒著往香爐一叉 讓廟房嚇壞了 好像對神明滿不敬的 可是也有一種說法 是好像什麼 要證明自己的清白 然後以死名字之類的 因為倒叉香 有對神明詛咒 挑釁 藍教聲淵 雙方輸贏 請神明見證 或敗壞廟內風水 退省等負面含義 民俗專家也說 觸犯禁忌將厄運產生 你要分廟 這個是你神有交錢 你才可以這麼做 你要倒叉 好像在挑戰神明 這是怒換天條不可取的 當時廟房很低調 只說不認識兩個人 點香女生看起來只有十多歲 不確定是否成年 懷疑是因為香的擺放位置 讓她點錯了方向 家長後來也聯繫廟方 準備帶孩子來道歉 可能要跟神明說一下 不好意思之類的 就是再來一趟 過去也曾有男子到台中的公廟 惡意拔箱倒叉 大不禁舉動讓廟方搖頭 奉勸保持尊重心態 別白目惡作劇 小心吃不完 兜著走 記者 LMV 黃巡布林雲傑 台中雲林綜合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你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在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 我好嗎 我好嗎